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看一点小清新一些的啊 普通的丁丁拳色啊 还有一个卧尔道丹枝瘤复查以后的 像这种东西呢 对于耳内镜的这种操作来说啊 属于 驾轻就熟啊 非常的so easy 哪里不爽够哪里啊 这种丁丁块啊 普通丁丁块的话 这个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啊 真的像那种牛肉干级别的不多啊 非常坚硬的 有的 真的是像个石头一样的 那个挺少的 就所谓咱们老说嘛 天赋一饼 打扫一下战场啊 把这不服的铝瓶 耳朵这毛比较多啊 这个是之前的啊 前几天门诊的 不是今天 今天来的呢 硬菜不是没有 但是 怎么说呢 这里边还有点真菌啊 这个丁丁块时间长了 今天呢 硬菜呢 不适合对外 因为都是 嗯 中耳手术以后的一些清理啊 比那个普通的腕道单脂瘤啊 更加的过分 这个呢 是一个啊 这是我一个比较遗憾的病例啊 嗯 之前好像说过啊 一个外地的患者 当时呢 刚刚开始做完的已经操作版啊 一个外道单脂瘤 嗯 犹豫了一下啊 这个病例是回当地做的手术 嗯 算了 不评价了 这样子不太好啊 就事说事吧 是个手术完了以后呢 仍然需要定期的清理啊 定期的清理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在骨膜的表面啊 包括这个外道 后臂的地方啊 都有这种结痂啊 这就是我之前反复说的 这个外道字节功能的丧失 这个是导致短指流形成的原因啊 所以说呢 嗯 如果外道口不是过分的狭窄的话 没有太大的必要去做这个R甲枪的成型 外道口的一个扩大 这个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老式的一个手术的方式 包括这个观点 嗯 因为在过去没有耳雷镜啊 医生只能用肉眼来清理 这个时候呢 如果外道口体积比较小 影响这个操作的视野 因为他这个外道单指流经常是外道里被扩张成一个像弹性的 里边弹很大 所以你一眼小的话不好操作 而这现在在有耳雷镜的这种时期啊 这个做在座外道口的这种扩大的 其实也只是方便医生操作 对患者来说呢 不但美观 而且影响他的一些日常的生活啊 二道口过大以后 包括他戴耳机 包括他洗澡啊 游泳啊 这都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所以我处理的话 除非有极个别啊 外道口有畸形的这种啊 才会去做这个 耳甲枪成型 就是把外道口给扩大啊 所以一般是不去动的 清理完 然后定期复查就可以 所以刚才那个兵力呢 每年过来处理一次 这个也是啊 普通的叮咛穿色啊 质地比较松软 嗯 所以像这种有耳雷镜的话 对付这种质地的很容易啊 也不需要去点药浸泡 直接就抠出来就完了 可以出来就完事啊 这伸出还有一块啊 伸出还有一块 呃 对 这个视频呢 有贴篇的广告啊 这个是关于简易的耳雷镜啊 很多朋友在问啊 是这个 呃 这个简易耳雷镜拿到以后啊 拍了照片不会看 这个不知道里边是不是正常 或者有些问题 怎么看跟蟑螂似的 会有一些比方穿孔啊 或者一些针菌啊 不知道该如何的 下一步如何应对 所以 如果是在这个 购买这个耳雷镜的朋友啊 如果你看到了有什么异常的话 啊 可以通过他们这个店铺啊 店铺里边有这个群啊 可以 我每周日啊 每周日有这个 在群里边有关于这个 耳雷镜检查以后的这个答疑啊 有一些在评论里 呃 直接贴图的 有时候我看到了 可能说一两句 因为这个医疗的东西啊 我看到一张图以后 要强强细细的说的话 至少得 简单的就在都在说几分钟啊 所以在评论里是很难详细的说的啊 好 像这种就很简单了啊 普通的叮咛双色 有的人好像特别喜欢看这种撕这种小包片啊 就是很危险的 玩到的话 皮肤底下 没有这个 肌肉啊 没有这种脂肪啊的 保护啊 下面就是骨骼 你可以看到上面的血管纹理 这个稍微一碰就容易出血啊 好 呃 刚才这个人呢 它是两侧啊 它是两侧 这边也是啊 这个可以看到棉签在上面顶的一个凹陷啊 这个就是只能用天赋瓦尔兹来解释啊 叮咛分泌的量比较大 然后呢 瓦尔道的字节功能又相对比较弱 所以导致这种情况啊 像这种有过叮咛双色啊 或者是有这个 瓦尔道胆指流啊 有针菌啊 好长时间没放针菌了 其实针菌挺多的啊 但是因为经常拍不上啊 前面有这种 针块啊 单指流啊 我最近这个跑步跑都有点恍惚了 这个视频放没放过 应该是没有吧 我印象 因为之前老是放那个单指流的 所以最近这个针菌就 好长时间没放了 白色的啊 金色的麦浪 白色的这个像蒲公英一样的这种啊 针菌多的是啊 每天都有啊 今天也有 这种质地的就有点麻烦啊 你要不就是干块 咱们一勾子就全出来 要不就是吸摄啊 咱拿吸引器就剃着突炉的就都吸出来 这个不软不硬啊 勾外机松 吸呢有点做不动 东西只好慢慢来啊 没有办法这种霸王硬山工啊 咱们这个老铁啊 对视频看的熟了啊 非常熟悉 这个有的时候一看到有点白色的 第一 在旁边围观的啊 围观的不明真相群众啊 就听他会说 呦 是不是单指流 啊 因为这个判断是不是单指流 一个是这种白色狡化层以外啊 还有一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外耳道形态有没有破坏 因为我有的时候看到有些病例啊 这个单指流不是百分之百都需要都会复发 也有少部分 一看就是之前明显是外耳道单指流侵犯过 这个有明显的骨骼破坏 但是呢 是好多年以前的事 也他这种病例呢 也从来没清理啊 外耳道依然是通畅的 也有这样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啊 应该还是像出现过外耳道单指流的病例 应该是每年复查一次 因为有的时候这东西是个概率事件啊 如果你不管 等到他下次再次堵满的时候 这个操作呀就是很头疼啊 还有这单点块啊 这种你应该换那个大口径吸引器往外吸了 那天也不知道怎么怎么这么轴啊 就是不换钩子啊 这个好像是上周之类的吧 记不清了哪天呢 而且镜在里边啊 沾了这个油纸啊 镜头就有点糊了 好了啊 差不多了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啊 我们下周一再见啊 这个再通知一下啊 下周四 下周四呢 呃 外出开会啊 参加我们耳科的年会 哎 今天年会好像是有点早啊 五月份就开了 嗯 好 对 下周四停诊啊 我们 呃 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啊 周一我们视频更新再见 周四到时候 提前吧 因为周四那天就已经可能在外地的啊 周四到时候提前做一期咱们之前的视频 好